第四百三十三集 至日,方寒一共穿越了分宝岩,足足上万个金碧系的空间,每一个空间都广袤无边。其中居然有着无数强横的存在,这比巴布浮屠不知道厉害多少倍。 方寒甚至还看到,有一些空间之中还禁锢着神族,一些神族的神皇一重二重三重四重的神皇高手也都被禁锢,这让方寒心神更是发冷,不知道这分宝岩的宝主到底是什么人物。 可惜,没有戒王境的神皇,如果我能够镇压一头,用荒神之池,世界之术吸收了,变化成长生果,恐怕是对于我突破为戒王境,十分有帮助。 方寒现在就算是杀死戒王境的高手,得到世界法则的种子,也无法炼化在体内,因为先要给巴布浮屠吸收,而且炼化之后他也无法运用。 到达了这一步,必须自己要产生世界法则的种子,真正蜕变才能够根基稳固。 当然,如果用荒神之池炼化神皇,那却是比直接炼化世界法则要有效率的多。 这洛塞湖大汉到底要穿越到哪个空间之中去,寻找什么东西,再这样穿越下去。 我若不是练就了大锥棕鼠,都要迷失在了这无穷无尽的空间精闭系中。 方寒一路跟踪,不知道穿越了多少空间。 洛塞湖大汉就算是遇到了一些储存法宝的地方,也不停留,似乎是并不在乎法宝。 有些地方,比如封印神族的那些空间,方寒都忍不住想停留下来,把那些神族收入巴布浮屠中。 但这洛塞湖大汉居然没有一点留恋,似乎是在他亲母中要寻找的东西,比任何法宝都要重要得多。 突然之间,就在方寒跟踪之时,那洛塞湖大汉化身的微小世界,突然在一面极其强大的精闭系面前停留了下来。 那精闭系不知道多后,一层层蠕动的时空晶体横贯虚空,不停地震荡,上面充满了极其厉害的劲致,杀气腾腾,洪荒而古老,更有许许多多神秘的诅咒在上面。 就算是方寒修炼了大诅咒术,也感觉到自己的诅咒和上面的诅咒比起来,连一根毛都算不上。 难道,这洛塞湖大汉想破开这重精闭系? 精闭系之上如此强大的诅咒,里面到底是什么? 方寒静静地停留着,看洛塞湖大汉如何施展。 无意跟踪洛塞湖大汉,方寒居然发现了不少分宝岩的秘密。 若不是这洛塞湖大汉在前面破除静止,方寒也不可能发现分宝岩如此多的空间。 现在,这洛塞湖大汉停留在充满诅咒的精闭系外面,静静停留,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,久久不行动。 突然之间,他的世界一下子膨胀,然后化成了一人大小,依旧变化成了洛塞湖大汉的样子。 不过,此时的洛塞湖大汉,已经不是以前不死之身那种猥琐的模样,而是凶猛大道。 脚穿一双皮靴,身穿青铜铠甲,裸露出来的肌肉,如同神龙一般囚结着,显现出摧毁一切的爆发力。 竟然比九鼎仙尊,神兽,白皙都要强横得多。 世界王境巅峰的高手,已经能够把世界化为微尘,离混动之境只有一步之遥。 而且,方寒还明显地感觉到,这洛塞湖大汉只是释放出了一部分的法则,还有庞大的封印存留在体内,是怕封印解开,身体之中庞大的力量泄露出来,震动分饱岩中的强大存在。 足够了,借王境长生七重巅峰的力量,已经足够了。 如果再解开混动法则,那液态仙界元气吞吐的力量太过强大,就要惊动分饱岩的气灵。 不过还好,我选择的时机刚刚好,这分饱岩的气灵和宝主都在闭关,共同修炼,企图凝炼仙道法则。 庞大的分饱岩本体之中,无数空间都坚固不过来,正好可以让我寻找到那些重要的东西和封印的存在。 洛塞湖大汉自言自语道,这大汉要寻找一件什么东西,看他自言自语,似乎是身份非同一般,绝对是强横的人物,我真压不下来啊。 方寒很想一下子镇压住对方,可惜现在他实力因为镇压窟戎真军,分不出精力。 全身的实力只能够发挥出一半,除非把窟戎真军释放,或者是彻底炼化,否则就只能这样一直耗着。 更何况现在是在分饱岩中,万一强大的战斗力引起注意,自己绝对是死无葬身之地。 分饱岩的胸眼,方寒已经见识过了,深入其中,无穷空间,精闭系之间,就算是虚仙都得脱一层皮。 他也只能静观其变,看看洛塞湖大汉到底是在寻找什么,自己能否在其中捡到一些便宜。 哼,这诅咒精闭系,也未必阻拦得住我,万法破裂,末法时代。 洛塞湖大汉咬咬牙齿,突然眉心之中射出了一只眼球。 这眼球居然是末法之眼,而且是半绝品道气,上面射出了一道道的末法之光,照射在精闭系上,上面的诅咒居然纷纷地散开,加持不到人的身上。 好一个末法之眼,方寒越发地屏住所有气息,把黄泉图世界化为空间尘埃,和横杀树一样多的空间尘埃,漂浮在一起,气息相互融合,修炼到了戒王境的巅峰。 世界完全不但可以扩大,笼罩十万八千里,更能够凝练缩小,化为空间微尘,隐藏形体,没有人能够发现得了。 方寒虽然现在还是天卫境,但是神兽白皙是戒王境的巅峰,运用起来加上黄泉图,苍生大印的种种奥妙,除非是虚仙, 不可能发现空间微尘中的不寻常之处。 洛塞湖大汉施展出眉心的半绝品道气,末法之言,逐步地击散诅咒,但是那些诅咒被击散之后,更多的诅咒衍生出来,随生随灭,越来越浓厚,显现出了这个精闭系真正的厉害之处。 方寒凭借直觉,自己如果施展暴力,也许能够轰破那些诅咒,但无声无息,不惊动任何人,那是不可能的。 燃烧寿命,三万六千,万法诸天,神佛消失,人有人衰,地有地孽,一切退散。 在施展出末法之眼的时候,洛塞湖大汉眼神中显现出凝晓,身上足足有三万六千年的寿命燃烧着,凝聚成了一道细微如毫毛的光。 突知这道毫光居然一下子就射穿了精闭系。 仅接着,在千分之一个刹那,他化为了针孔大小的世界,钻了进去。 素素跟上,否则就坦听不到秘密了。 方寒心中一紧,施展出来各种道术,掩盖气息,跟随在后面,也钻进去。 还好,洛塞湖大汉似乎是没有察觉到。 轰隆一下,穿过着坚固,充满禁法和诅咒的精闭系,方寒就好像是回到了古代一般, 感觉到这里面的时间,有一种惊人的逆反之力,好像是在逆着诸天万界的时间法则之轮而运转。 方寒,你看,这是什么地方? 伴随着炎的惊呼之声,在方寒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虚空,虚空漆黑,寒冷,严酷,森然,没有障碍,好像是去掉了星辰的太空。 方寒的神念稍微一深,居然探索不到边际,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。 要知道,方寒现在的修为,深思一探,可以覆盖一座星球,居然无法探索到边际,那这一片漆黑的太空到底有多么大? 尤其是在这片黑暗的太空中深处并不是空无一物,而是在黑暗中漂流着一方方巨大的棺材。 这些棺材,有的是木棺,有的是石棺,有的是铁棺,有的是铜棺,在众多棺材的中央,似乎是有一座古老的神棺长达百万里,如神龙一般折服在黑暗的深处,如太古深城镇压久冤久欲。 千百万的棺材,漂流在黑暗虚空中,透射出阵阵的诡异,令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味道。 方寒不敢轻举妄动,好像那些棺材之中封印着可怕的东西。 燕,这分宝岩到底是什么法宝,你知道不知道?这些棺材到底是什么东西? 白希,你知道不知道?方寒凝缩的那微小空间尘埃,一动不动,小心翼翼的道。 我不知道,黄泉大帝虽然来过修正大世界,不过也都是来去松松,购买一些珍稀材料,宁愿法宝。 但是可以肯定,分宝岩在很久之前,不是绝品道气,而是遭遇结束的仙气。 传闻之中,厉害的仙气,都要遭受结束。 如果在结束之中,能够领悟奥妙,就有希望,谨慎为造化神器,所谓是公餐造化,炎摇摇头。 这里,我也不知道有一些什么空间,但是总感觉到,肯定是一处凶险之地。 白希接口道,主人,分宝岩是我们修正大世界最为神秘的一件宝贝,除了宝主之外,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奥秘。 算了,我们还是静观其变,不要去碰触那些棺材。 看,洛塞湖大汉开始行动了。 方寒就看见,洛塞湖大汉,看见黑暗太空中漂流的成千上万棺材,脸上终于显出了激动的神色,嘴里喃喃的似乎在念叨什么,用的是一种莫名的语言。 方寒现在一定能够听得懂上古龙语,也能够听懂神族神语,甚至佛语、魔语,但是这洛塞湖大汉的语言却一点都听不明白。 天地跳跃,挪移之法。 洛塞湖大汉也小心翼翼,居然施展出了大挪移术,接近这成千上万的棺材从其中穿梭了过去。 不敢去碰那些棺材一下,也不敢去看看棺材中到底装了一些什么。 他的身体明显是奔着千百万棺材中央那巨大的神官而去的,仿佛那巨大神官中央有着震撼诸天的宝贝,得到之后,雄霸宇宙,扭转乾坤,再造天地。 方寒自然是悄悄地跟随上去,一路上和一些棺材擦肩而过。 方寒是彻底看清楚了那些棺材的形体。 首先是一些木质棺材,上面木质的年轮一圈一圈,非常古老,却没有腐朽的痕迹。 在棺材之上,有一些斑斑血迹,还有一些扭曲的符文,符文一道道地封锁着,好像封锁着宇宙之间最为恐怖的恶鬼恶魔。 一旦释放出来,就要搅乱世界,腥风血雨,带来噩梦。 方寒微微接触过的一座木质的棺材,把神念悄悄一动,似乎要渗透进棺材之中,看看其中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。 哪里知道,神念还没有接触到棺材内部,就被一股阴冷的意念所吞噬。 顿时,方寒脑海之中震荡不已,刺痛无比,就好像是被人一口咬掉了身上一块血肉一般,他脸色苍白,震惊不已。 这棺材之中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东西,居然可以吞噬我的神念。 不但如此,方寒还感觉到一股神秘的诅咒破空,侵蚀而来,瞬息之间就穿透过层层保护,空间和时间的阻隔,进入了自己的脑海中。 我的灵魂将化为万恶之虚空,诞生无穷恶灵,侵蚀诸天,我的血肉诅咒天地终将腐朽,我的眼睛化为恶星,侵蚀打地。 我的海骨化为恶土,孕育魔鬼,我的心脏化为恶元,滋养恶魔,我的牙齿化为恶山,锻炼魔兵,杀戮生命。 在这股诅咒之中,方寒似乎是听到了一群古怪而强大的东西,再发出祭祀和诅咒,最为恶毒的咒诅,以自己的灵魂、血肉、眼睛、心脏、骸骨等东西进行诅咒。 这是大诅咒术之中,都没有如此邪恶的诅咒之术,似乎是一种类似于仙术的存在。 这股诅咒,强大的怨气,冲入方寒的脑海中,还有八部浮屠中,足足有上千万的天魔,一下子就被污染。 这些天魔发出痛苦的咆哮,然后身体开始融化,灵魂化为了一种充满恶毒怨气的空间。 血肉使得八部浮屠一些空间开始腐朽,而天魔的眼睛、台骨、心脏、牙齿等等,果然都按照那怨气、诅咒所说的开始变化。 怎么如此厉害? 方寒毫不迟疑,张口一喷,世间自在王佛的浮屠喷射出来,在八部浮屠中旋转,消除恶业。 世间自在王佛的浮屠能够清除一切邪魔、灭障、诅咒。 方寒毫失展出来,佛光照射之下,满以为那诅咒一下就会消除,但是出乎意料,那诅咒虽然收敛,但却并没有消除,而是化为一团剧烈的怨气,缠绕住世间自在王佛的浮屠。 甚至,在上面王佛虚影的身体上,凝结成了一道道的疤痕,黑锁,要把这尊古老的王佛都带入漆黑的深渊,永久的沉沦。 咒诅,怨恨之力的强大,匪夷所思。 怎么会有如此强横的诅咒和怨气? 方寒心中震撼人脸,却并不肯放松,而是心念一动,施展出了大诅咒术。 这道诅咒符文,飞了出来,要融化这道怨气。 与此同时,他张口喷射出一道佛光,再次和世间自在王佛的虚影结合在一起,那虚影显现出了怜悯的神色。 一道因果连胎飞了出来,上面充满了蝉场。 形形色色,梦幻泡影,真实观想,因果轮回。 那道怨气终于被压制,转化为了一道漆黑的幽暗影子。 好,这诅咒如此强烈,我若是能够炼化进其中,那大诅咒的威力,甚至超越大剧毒术。 凭借直觉,方寒感觉到诅咒如此强烈,心中很想,一下子就降服了。 可惜,这道诅咒之力量,根本不能够融入大诅咒术之中,因为品质实在是太高,怨气实在是太大。 它稍微一融合,脑海之中就产生了无边血海,天地之间所有日月星辰都变化为了魔星,所有大地乐土都转化为了恶土,所有的生灵都转化为了恶魔。 那一句句恶毒的诅咒,使得方寒根本无法修行,定下心神几乎都要堕落。 大诅咒术和方寒血肉相连,心神沟通,这道三千大道书的符文都容纳不了,甚至影响到自己的修为,是万万不能融入其中的。 听众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《梦露神机》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永生》第433集,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,欢迎您继续说。